第2264集 尽管控制住了南宫雨 但是朱梁等人 还是没有办法把他给带回去 行了 这里交给我吧 叶浩轩走上前 看着南宫雨 南宫雨疯狂地挣扎着 反扑着 他瞪着一双血红的双眼 他的眼神里面 不含一丝感情 他是南宫雨的弟弟 叶浩轩回来以后 一直忙于其他的事情 都没有来得及去找南宫雨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但是看南宫雨现在的情况 恐怕南宫雨的情况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南宫雨 是我 叶浩轩一把摁住了 南宫雨的脑袋 他沉声道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都要记着 你是个男人 现在告诉我 你姐姐怎么了 南宫雨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他抬起头看着叶浩轩 一言不发 良久 他突然跪倒在地上 失声痛哭 把他放了 好的 朱梁连忙上前 把南宫雨给放出来 南宫雨 披头散发 如同疯子一般 坐在地上 失声痛哭了起来 你们先回避一下 我跟他聊聊 可是叶先生 这个人是需要带回去的 他有失控的可能 放心吧 没有分寸的 这里交给我就行了 那好吧 我们走 一众人点点头 离开了这里 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叶浩轩把南宫雨给扶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 这小子刚出来 就跟自己作对 不过后来南宫家族 敲定了和自己合作 之后就没有见过他了 南宫家族的家主 南宫杨突然离世 家族里面现在乱成了一团了 这小子现在又是这样子 看来南宫家族的情况 有些不妙啊 爷爷死了 死了很多人 他们追杀我 要灭了我们这一脉 南宫雨 说话有些语无伦次了 南宫家族 现在起了内乱 这是我知道的 本来我打算 去协助你们一家 帮你姐姐评定争斗 但是因为有些事情耽搁了 现在你告诉我 家族里面到底怎么样了 爷爷因为无法突破禁止离世了 现在家族里面乱成了一团 我叔叔内脉夺权 我父亲被杀 姐姐被囚禁 我们两个本来是一起逃离家族的 但是中途为了救我 他被族人给抓回去了 他让我来京城找你 可是你不在京城 而南宫家族的人也一直在找我 他们要杀了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只能东躲西藏的 对不起 我前段时间不在这个未免 抱歉 我没能帮上你 不过现在你既然找到我了 那我保证 我会护你周全 你放心 不管他们是谁 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可是 可是现在南宫家族的大权 都在我叔叔那一脉站着 他们得到了一个女人的支持 这个女人很可怕 就连家族里闭关不出的长老 都要挺她的 一个女人 你们家族的人 不 不是 她的来历不明 但却十分的有手腕 现在家族里面 已经被我叔叔这一脉给占据 我们等于说是大势已去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叶浩轩 我求你救救我姐姐 我知道你跟她有过一段感情的 我求你 我求你 一定要救救她 南宫宇扑通一声 跪倒在叶浩轩的跟前 他气不成声地说 他现在被囚禁在家族的端王峰 几乎是没有任何机会逃出来 他这一辈子 恐怕都出不来了 求求你 起来 男人膝下有黄金 现在你内脉几乎被赶进杀局了 难道你一点也不想报仇吗 我想报仇 可是我恨我自己以前只会玩 导致我现在势力一般 我想报仇 可是我没有那个报仇的能力 我恨我自己没有能力 在陷入绝境的时候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姐姐被那些人带走 我没用啊 我真的没用 行了 起来吧 现在不是你自责的时候 站起来 从长记忆一下 你放心 你挤 我一定会帮你救她 可是 可是那个女人何可怕 南宫宇站起来 她的神色带着一丝惊慌 就连我们长老团里面的 那些金丹大道巅峰的高手 也都不是她的意志之力 我不知道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 金丹巅峰的高手 都不是她的对手 叶昊轩的眉头一皱 据我所知 就算是真武者 能达到金丹大道出气的人都不多 她到底是什么来龙 居然连巅峰金丹气的高手都不放在眼里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 玉长 没有人知道她是什么来历 她身边还跟着一名女子 这名女子是她的仆从 她的一个仆从都能把我们的长老 给收拾的服服帖帖的 玉长 我没听说过这好人物 不过有机会 我得会会她 你家族里面的人 现在还在追杀你吗 没错 我堂弟亲自带着人在追杀我 把我杀得几乎是无路可逃 本来 我父亲之一脉是有望接受家族的 但是被我叔叔给逼到绝境 最后身亡 果然都是一群凡夫俗子呀 哪怕是拥有真武者的实力 哪怕是拥有上股大脑的血脉 还是改不了争斗 放心吧 我会帮你夺回这一切的 可是 你打算怎么办呢 他们的实力太强了 你打算动用龙隐的力量吗 龙隐 这算是我的私事吧 如果动用龙隐 不太好 私人恩怨 当然是用私人恩怨的方式 解决这件事情 我打算冲到南宫家的所在地 杀他们个片价不留 你们南宫家族不是入室了吗 入室了 早些时候 为了争夺资源 所以 入室收服了一些有名望的家族 现在在金陵落户 金陵南宫家族就是我家 金陵的航门几乎被我们禁收麾下 你们倒真的是能入乡随俗啊 叶浩轩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 他有些无语地说 可是 我们真武师家入室 也是需要 极大的一批启动资金的 作为家族的建造 以及招贤纳士的筹码 如果不收一些名门望族 我们撑不下去啊 你们会做生意吗 不 不会做生意 但是那些豪门的人会做 可是他们凭什么听你们的话 我们随手地露出一两手神通 他们就敬畏天人 把我们给奉起来 只要是人都会有欲望 他们把我们视为神仙 他们以为我们能满足他们的欲望 所以就听我们的 而且 我们也会为他们解决一些麻烦 那好吧 我随你去金陵走一趟 争取快点把这件事情解决 在金陵 听你话的还有谁 没有了 那些人都是墙头草 玉长出来的太突然 所以他们都听命玉长 我 我是被彻底地排挤出来的 好 好的很啊 南宫家族 现在头号的狗是谁 我们就先去找他去 怀远集团的聂飞闻 算是头号的狗吧 他的怀远集团在金陵 也算是数一数二的 那好 我们就先从他那里下手 下午去金陵 另外 你换身衣服稍微收拾一下 我不想让人误以为 我跟叫花子同行 好 好 我这不是被追杀得太狼狈了吗 如果不是遇到你 现在我恐怕都疯了 唉 你要插手南宫家族的事了 陈若曦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 他沉默了片刻 你可知道 这里面的水有多深 我当然知道 不过事情我既然遇上了 那就肯定不能置之不理 毕竟我跟南宫音之间 有过一段合作 他现在除了我 指望不上任何人了 是有过一段合作 还是有过一段 不为人知的关系 陈若曦瞪了野豪悬疑 那个 这 这不是你想的关系 真的 我发誓 发个屁事 发誓有用 你早被雷劈死了 陈若曦摆了野豪悬疑 南宫家族的事情 已经闹腾好一段时间了 碍于他们是家事 所以龙尹不能出手 这个我知道 正因为这是 我个人的私事 所以我才决定一个人过去 你放心吧 我不会动用龙尹的一兵一足 你怎么打算的 趁这个机会 收了南宫家族就是 扶南宫音上位 南宫语不行 孩子气太重 我跟南宫音打过交道 他不管是从心智上 还是从手段上 都能胜任 你可知道南宫家族 现在是由一个叫玉娥的掌控的 我知道 有关于他的消息吗 暂时没有 不过身上有远古洪荒的气息 你的意思是说 他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八九不离时 所以见到他 务必要小心 放心吧 如果遇到他 我一定会小心的 有什么需要跟我说就是 多注意 金灵现在是南宫家族掌控 你想动南宫家族 就得先从他们头号打手身上下手 我知道 看来你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呀 行了 我这就动身去金灵 有事情联系我 机票已经订好 叶昊轩便下机场赶去 南宫语随后便到 但是刚刚出了市区 还没有到机场高速 司机就把车停到一边 怎么回事 叶昊轩一抬头 就看到司机呆滞的目光 他心知肚明 这是被精神控制了 当下他就走下车 四周空荡荡的 没有车辆也没有行人 叶昊轩沉声道 既然来了 那就现身一见吧 这样鬼鬼祟祟的算什么本事 高声喊出 声音远远地传了出去 接着他身后人影一闪 一名少女出现 他笑隐隐地看着叶昊轩 你是什么人 叶昊轩的眉头一皱 少女身上 有一股难以形容的气息 有一股心灵之气 但又隐约的 有股妖气 他皮肤白皙 看起来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如果是正常人 肯定会把他当成一个花季少女 但是叶昊轩可不这么认为 现在的这个社会 越是表面看起来人畜无害的 越会做出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哈喽 我是玉尔 女孩向叶昊轩打了个招呼 她瞪着一副天真无邪的眼睛说 请问你就是医生先生吗 没错是我 你找我有事吗 是你就没错了 你这是要去金灵吗 没错 我是要去金灵 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我是你 我绝对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去金灵大 玉尔脸上的一丝笑意 渐渐地扩大 为什么呢 叶昊轩看了一眼玉尔 她已经大概猜到了对方的身份了 因为有些事情 你不能插手 玉尔一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 看着叶昊轩 她似乎是在笑 哦 我没有打算插手任何事情 叶昊轩已经确定了对方的身份 她不让自己去金灵 那就说明她跟南宫家族是有牵扯的